民间好像都有这么一个传统,亲人过世以后要做妻,也就是披麻戴孝,早晚供给,总共七七四十九天,之后亡魂才能得以,安宁转世投胎。 那么,当一个人死亡后的这四十九天里,她都经历了些什么? 有一位女士说出她的亲身经历,她说公共走了二十一天后,也就是三七,晚饭是进入我家的,一直待了半年,通过看向香才知道的天知道我家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孩子当天晚上十二点左右突然惊醒,很害怕四处张望,转紧拳头,很惊恐。 当时我很害怕,拍孩子后背让她醒过来,孩子说那个人走了,然后哄她入睡。 转天再问提她昨天的事,她什么都不记得了,只是说后背很沉,像有块石头压身上。 这样持续了五天,因为我们城市的人都不信这样的事,所以在市里找个会看得很难找,后来找到了钱也不少花, 还是弄不走公共。 最后终于找到一位老太太任何费用都不要,一次就看好了,就是公共走时没见到儿子, 有些事情没及时跟儿子说,她要回老家,然后我们在一星期之内把事情也都办好了。 再去看香纳,说老爷子很满意,还特意把我心慌的病带走了,这是真的,从那开始心真不慌了。 她说在这半年里真的是在恐惧中度过来的,她问大家看的鬼的电影吗? 跟电影真的一样,每晚都来,就是看不见,桃树之屋里,窗外都房放着,桃木剑就请了大小四到五把,都不管用。 在这半年里每晚都不关灯,老公也每晚不睡觉看护我和孩子。 直到现在公共驱逝六年了,晚上听的灯都是开着的孩子的卧室,也开在着台灯。 她说只有自己经历过的,才知道。 信则有,不信则无。 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雷蒙德,穆迪博士在研究过150个宾死体验者的案例后,试图为人们揭开死亡真相。 从她的研究中得到结果,人死后大致会经历以下过程。 一,其耳听到医生或是在场的其他人明确宣告自己的死亡,此时整个人会感觉到生理的衰竭,到达极限。 二,这些侥幸脱离死亡的人初期,有一种平和安详,令人愉悦的感受。 在一闪而过的疼痛后,会发觉自己悬浮在一个黑暗的维度中,一种从未体验过的最舒服的感觉将人包围。 三之后会听到一些奇怪的声音,既像是一种不知名的曲调,又像是很多人在耳边窃窃私语, 之后会被突然拉入一个没有空气的圆柱体空间,在感觉上像一种过渡地带,一边是现实,一边是抑郁。 此时,灵魂已经和肉体分离,没有人能听到他们说话,时间的概念也消失了。 有人回忆说在那段时间里,他曾反复出入自己的肉体病逝着和他人说话,但是没有任何反应。 四,感官在这种灵魂状态下会变得异常灵敏,可以看到很多未知的景象,所有感官都得到了不可思议的增强。 在这之后会出现强烈的孤独感,就像上帝视角一样俯视着这个世界。 五,在往后周围会出现其他的灵魂,这些灵魂是来协助他们安然过渡到亡灵国度,或者告诉他们丧钟还未敲响,他们还得回去再待一段时间。 六,在死亡体验的最后时刻,他们都感受到了某种人性的亮光,非常明确的人性,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使用了这个单词。 这个时候,灵魂状态会对一生做一次全景式的回顾,一幕接着一幕,按时间顺序移动并且伴随着画面,当时的一些感觉和情感都得以清晰地重新体验。 七,最后灵魂会到达某种边界之类的东西,阻隔灵魂到达另一个地方。 关于边界有很多种表述,一滩水,一团烟雾,一扇门,一道旷野中的篱笆,或者是一条线。 如果无法通过这道边界,灵魂就必须回来,然而这种回来的意识并不强烈,甚至十分排斥,加入欲上光的存在这种情绪就更为强烈。 随后,在某种特殊的状态下,灵魂就真的回来了。 这个过程很难用语言来进行准确描述,但所有参与研究的人都表示自己感受到了来自另外一个世界的召唤。 这种召唤甚至在部分人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所预感,历史上一些名人也曾经有过类似的死亡征兆。 熊布拉特在接受《泰晤士报》采访时,曾透露,黎巴嫩总理哈里里在遇刺前明显感觉到死亡之神正在向我们逼近。 他表示他永远都忘不了哈里里对他说的那句话,该来的终于来了,你我可能在劫难逃。 结果几天之后,2月14日下午1点左右,由4辆豪华轿车和护卫吉普车组成的哈里里车队通过圣乔治饭店前十发生剧烈爆炸。 刹那间,哈里里乘坐的汽车已经置身于一片火海。 2000年,俄罗斯库尔斯克号核潜艇沉没后,遇难的海军军官科列斯尼科夫的妻子在一次接受采访时泪流满面地说, 不知为什么,我的丈夫似乎预感到了死亡。 就在她踏上死亡之行前不久,她悄悄地给我写了一首凄凉的诀别诗,其中最不祥的几句是这样写的。 虽然我真的不愿意想到死亡,可当死亡的时刻即将来临的时候,我真想悄悄地对你说, 亲爱的,爱你到永远,就在科列斯尼科夫悄悄将信留在家中几天后和潜艇沉没了。 这封信的预言成为了现实。 我们之所以对死亡恐惧,正是因为我们对死亡之后的世界一无所知, 人类科学的历史刚刚三百年,就像出生的婴儿般,远远无法让我们更深地解释这个世界。 马丁安,米尤于1953年12月26日出生于缅甸中部的塔门村, 虽然他很晚才会说话,但是在四岁时便开始说出自己前世的事。 他一再强调自己前世是在缅甸战死的日本士兵, 所以频频向父母吵着要回到日本。 一位年仅四岁的一国小女孩,应该不会知道日本的存在。 他告诉自己的父母,他的前世是日本军队中的伙夫, 有一天当他正在山上用木材煮饭时,突然飞来一架飞机, 这座山山就在小女孩家附近75公尺的地方。 飞机驾驶员对着日本兵用机关枪扫射,他拼命地逃向山里, 但子弹却射中了他的暑期部,使他当场死亡。 而他在日本还有五个小孩,所以他对自己的死无法瞑目。 研究者对小女孩的叙述之所以如此重视,有以下几大因素。 一是这个女孩的前世记忆相当清晰,而女孩每当有飞机飞过他家时,都会发出异常的尖叫声。 如果父亲骂他,他就会说,我是被飞机打死的。 另外,小女孩对缅甸辛辣的食物很讨厌,只喜欢甜食。 至于衣服方面,也不喜欢穿着小女孩的服装,而只要穿男孩的衣服,并常缠着父亲为他买枪类的玩具,并且常与其胸玩军队游戏。 另一个可说是具有决定性的证据是,小女孩出生时在兴气部位有一茶褐色如拇指般大小的伤口。 当有人摸到此伤口时,他就会感到疼痛,而此伤口一直到两三岁时才好。 据小女孩自己说,当他前世为日本兵时,就是被打中此部位而死。 对于这个小女孩的研究,当时在科学界引起了极大反响,因为如果可以确定小女孩和死亡的日本兵的联系,就能证明人死后真的有灵魂存在。 人死后并非像人们所说的尘归尘土归土,而是去到了一个我们暂时无法理解的地方。 如果你是鬼魅的中粉,那么你一定还记得我曾经推送过这样一篇文章。 波兰著名画家、摄影师贝克辛斯基于1926年2月24日生于波兰。 1998年,他发生了一次事故。 那次事故让他心脏停顿了15分钟。 当心脏恢复活动后,他变成了植物人。 一年后的12月,他突然苏醒,而且身体全部机能奇迹般康复。 出院后,他开始创作各种常人无法理解的画作,据他自己所说他所画的都是他在游历地狱和天堂时的所见所闻。 贝克辛斯基的画作首度揭秘了死亡之后的世界,震惊了整个世界。 所有人在看完他的画作后都不由感慨,难道人死后真的有另一个奇幻世界在等着我们? 至于他的死亡,也直至今天都笼罩在恐惧的迷雾中。 2005年2月22日,在即将76岁生日的前两天, 贝克辛斯基在华沙的公寓被人杀害,死前身中十几刀。 警方原本已经锁定了两名嫌犯,他的一个画家朋友的儿子却突然站出来认罪声称是自己杀了他。 然而直到案件判决那个画家朋友的儿子都没有说出杀害他的原因。 有传闻说,那名画家朋友的儿子是收到了死神的旨意, 来带走偶然从地狱返回人间的灵魂。 究竟我们死后会变成什么样子? 会去往何处? 我们尚不得而知,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需要努力活着, 充满希望地看待每一天。 因为我们有的是时间享受死亡呢。